由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·鲍威尔周三因通胀失控而受到质问 桥水基金 创始人雷达里奥警告成 央行控制炽热通胀的努力可能会导致长期滞胀 滞胀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的结合 其特点是消费价格飙升和失业率高企 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蹂躏了美国经济 因为油价飙升 失业率上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将1980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推高至14.8% 迫使美联储决策者当年将利率提高到近20% 我现在听到人们普遍说通胀是个大问题 因此美联储需要收紧政策来对抗通胀 一旦通胀得到控制 这将使情况再次好转 达里奥周二在LinkedIn的一篇帖子中写道 我认为这既幼稚又与经济机器的运作方式不一致 这是因为这种观点只关注通胀问题 并且认为美联储收紧政策是一种低成本行动 当通胀消失时 情况会变得更好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是这样的 这位亿万富翁认为 虽然美联储的紧缩政策降低了通胀 因为它导致消费者支出减少 但它也剥夺了他们的购买力 从长远来看 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是提高生产力 而央行不会这样做 它补充道